接下来来看到温目顿网球赛的最新战况 地主队英国希望莫瑞没有让球迷失望 星期三他和西班牙名将佛达斯科大战了五个回合 其中还一度落后 差点被淘汰 索性最后逆转 成功了晋级到温网四强 此外 台湾选手谢淑为昨天也和大陆搭档彭帅 以直落二挺进了女双四强 为个人记录再创夹击 莫瑞的这一仗打得并不轻松 西班牙选手佛斯达科在前两局给了他很大的压力 莫瑞显遭淘汰 索性他很快整理步伐 自第三局开始扳回一城 最终以4比6 3比6 6比1 6比4 7比5逆转 成功晋级温网四强赛 这是莫瑞第五次进入温网的前四强 如果他顺利封王 他将成为温网77年以来首位夺冠的本地选手 接下来他将对战波兰选手亚诺维奇 亚诺维奇是这次温网准决赛中唯一一位没有拿过大满贯冠军的选手 另外三位晋级选手为英国希望莫瑞 球王乔科维奇 以及阿根廷名将戴波特罗 而在女子双打部分 曾经两度扣关温网女双第三轮的台湾选手谢淑薇 三号与大陆搭档彭帅再创佳击 攻进前四强 他也成为继卢彦勋之后第二位拿到温网终身免门票资格的选手 新唐人亚太电视王安慈编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